烤鴨烤得油油亮亮 外皮酥脆 鴨肉人士 食人不柴 光是看就让人 食指大动 这是大三圆的招牌菜 身受不少韬客喜爱 但从四月开始 顾客将暂时尝不到 这个美味 连续两年获得米其林一心殊荣的 台北老字号港市饮茶酒楼大三圆 经常又在四月一号开始 暂停营业两个月 大三圆酒楼1970年开幕 是台北知名的米其林餐厅 不过因为疫情冲击 平日来客人潮少了一半 业者决定从四月一号开始 到五月三十一号暂停营业 进行五十年来首次的 内部大整修 且将在六月一号恢复营业 因为疫情的影响 到五月三十一日子 进行内部的调整 离至港点由大三圆第三代 千金职业 位在一零一百货商场的 港市饮茶小三圆 仍同样受到冲击 业者设法推出外送来 旧业机 来客树有掉一定有七成 其实现在平假日 没有差非常多 三月二十一号起 结合外送平台 双北市熟食冷冻 都买得到 另外双北以外 则是冷冻宅配 直接送到家 另外针对101办公大楼 还可以直接点餐外送 无论熟食或是冷冻 通通都有 餐业设法自救 但也有其他知名餐厅 选择关店 降服餐厅12月不敌疫情歇业 新斋港市素食和 Chef's Club都宣布暂停营业 如今连大三圆也是暂停营业两个月 疫情对于餐营业的影响持续加剧 记者陈江龙花栓台北则众报道